感谢主 每当有人受洗 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天君的欢呼 一个人受洗是表示我们愿意在基督里边 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不管我们过去是什么样一种生活 他们信了主了 受洗了 我们的旧的生活就完全的除掉 所有从世界来的影响咒诅 在基督里边都要被打碎 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建一个 建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生命 你们 好 我们感谢主 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 同心合一的教会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宣教年 所以大概牧师讲到的重点 放在使徒行传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章讲到重点是第一章 第八节 第五节你们还记得吗 神的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的 如果你记得我们可以一起来 背这段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所以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并要在哪里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主耶稣 主耶稣 叮嘱他的门徒 说当圣灵降临 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 你们要得到能力 用准备我们的能力 传辟的能力从哪里来 从圣灵而来 那我们与人和好的能力 从哪里来 从圣灵而来 那我们认罪悔改的能力 从哪里来 从圣灵而来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 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 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 人们也不会走出去传扬福音 传福音不是肉体的感动 是圣灵的引导 你们 所以我们常常追求 被圣灵充满 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 我们今天看初代教会 初代教会 我们看到 在初代教很特别的一个教会 我们叫它 耶路撒冷的教会 请偷鹰往下走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要认识这间教会 对不对 那这间教会非常的特别 我们看到 当圣经说 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他的门徒们 在聚集 他们聚集有多少人呢 圣经告诉我 120人 120人在一个房子里边聚集 然后有大风吹过 他们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我们这一款叫方言 方言 有的弟兄怎么有讲方言的经历 有的人没有 所以我们教会是 不反对讲方言 我们也不免签人讲方言 我们不认为 讲方言是得救的确据 但是我们认为 讲方言 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你不可能会讲方言 但是圣灵充满 不是讲方言一个表现 圣灵充满 最重要的是 认罪 认罪 认识自己是罪人 这是最重要的 圣灵充满 最重要是爱主 爱主 圣灵充满 最重要是爱灵魂 圣灵充满 最重要的是千悲的 侍奉主耶稣 所以圣灵充满 有很多的表现 但是方言也是 其中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不知道 弟兄怎么 你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有被圣灵充满举手 有没有 感谢主 不少 还有人没有被圣灵充满过吗 请问你敬拜赞美神 有没有流过眼泪 有没有 有过的举手 就被圣灵充满吧 你赞美神 你流什么眼泪啊 对不对 你一定是很感动嘛 那那感动从哪里来的呢 绝对是从圣灵来的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为做一件事情 很后悔 说了一句话 很后悔 后悔很久很久 然后总是过不去 有没有 有举手 有没有 做错一件事情 一辈子没做过一次错事的吗 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肯定我们做过错事 但是你不见得认为他是错 当有天你认为他是错的时候 那就圣灵感动你 神感动你 因为圣灵是为罪 为审判 可以自己责备自己的 所以当圣灵降临下来 这120个人 他们为圣灵充满 就有一个人站起来 中间那个人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图片是个穿绿色的 袍子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彼得 Peter 这是耶稣就有12个门徒的 大门徒 第一个门徒 渔夫出身 没有上过大学 那个时候耶路撒冷 可能还没有大学呢 对不对 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跟随耶稣基督 三年多的时间 他从软弱成为刚强 他软弱到一个程度 曾经在逼迫的面前 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 他不承认跟耶稣是一伙的 但是后来他悔改 在主的面前 被主重新的建立 他开始讲了 有人类历史以来 第一篇道 有人类历史以来 第一间教会的 第一次崇拜的 第一篇讲道 就是彼得 所以这篇讲道 我们在神医院都要学的 这是个讲道的范文 必须要学习的 因为他中心非常的突出 彼得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呢 彼得讲道说 你们定在释迦上 那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是他讲道的核心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弥赛亚 是什么 是拯救者 弥赛亚是受告者 弥赛亚是上帝所派来 拯救我们 脱离苦难 脱离死亡 脱离罪孽的那一位 人类盼望了 许久 来了 你们却把他定在十架上 所以圣经告诉说 我们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使徒上第二章的 第三十七节到第四十七节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投影请走 就在对彼得和其余的 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他们听什么话扎心呢 他们听到说 他们定死在十架上 那位耶稣 神经历他 为主 为基督了 他们觉得扎心 为什么扎心呢 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 他们觉得 这个彼得讲的话 就是对他讲 耶稣定在十架上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一些人 有多少在他的面前呢 大多数都在 耶稣的十架上的面前 但没有一个 会替耶稣讲话的 对不对 当年耶稣定在十架上的时候 耶稣的门徒都四散了 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有一个出卖了他 把耶稣卖了三十两银子 这个人叫犹大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可能你不记得彼得 你都记得犹大 你就记得耶稣和犹大 这两个 正反两方面 比较容易记住 对不对 那么另外的十一个门徒 有十个跑了 看到耶稣定在十架上 他们觉得 这位主定在十架上 是没有盼望了 他们就跑了 只有一个在十架面前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谁能记得告诉我 叫约翰 对不对 所以约翰嘛 我们读约翰福音 写约翰福音这个作者 是耶稣基督最爱的门徒 没有白爱呀 你知道吗 真的没有白爱 这么多人 还有一个坚持在那里 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的老师啊 考试 全班有一个打一百分 说我没白教 有一个打一百分的 其他的自己没好好学 对不对 你们当老师 是不是会讲这句话 对不对 没有白教 说明他认真地学了 约翰认真地听 耶稣讲的每一句话 耶稣说我要被带到 耶路撒冷 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三点以后 要从死里复活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听到了前半部 我要被带到耶路撒冷 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就没有注意说 三点以后 我还要复活 或者他们听到了 他根本就不信 他们不信耶稣 三天以后会复活 所以他们都跑了 他们觉得他们所信的 信错了 他们所跟的老师 跟错了 他们觉得没有盼望了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些门徒们正在屋里边 商量该怎么办 彼得怎么说 我打鱼去了 因为我要老本行 对不对 马太说你打鱼 我怎么办呢 我从碎罐上政府辞职的 我回政府 因为政府不要我了 对不对 正讨论这个事情 耶稣来了 门没有开 耶稣就来了 你知道吗 耶稣来了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哇一无人都吓傻了 对不对 我说是主啊 哇激动的不得了 还有个人说 我不信 除非我的手 伸进他的肋旁里边 知道那有枪伤 我才承认他是主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多玛 多玛的意思就是怀疑者 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我们大多都是怀疑者 因为我们被骗上当的太多了 对不对 我们信一些英雄人物 我们信历史人物 我们信伟大领袖 我们信了 每一次信 我们都上当受骗 所以你问中国大陆 像川普一说 你信什么 他说我信我自己 一般都会这样讲 大多 百分之九人都会答说 我信我自己 说你有什么信仰 我没有信仰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信仰 是可以追求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初代教这一批人 他们信对了 他们信耶稣基督 耶稣在十字架上 流血舍命 然后从死里复活 开始建造教会 所以当彼得 讲到这些的时候 彼得通过他生命 做见证 生命说 他用许多的事情 做见证啊 他可能也见证了 他曾经三次不认耶稣 对不对 基教两遍之前 他三次不认主 他也见证了 结果他看到主耶稣 亲自的显现 在提比利亚海 约翰福音第21章 耶稣问彼得三次 你爱我吗 你们还记得吗 彼得最后被问得 哑口无言 只能说 主啊 你是知道的 我爱你 因为你是神 我爱不爱你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对不对 解经家说 耶稣为什么问他三遍 你爱我吗 是因为他 基教这些 三次不认耶稣 所以主就问他三遍 后来我们今天的流行话 就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对不对 因为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彼得记住了 所以彼得在这 讲得非常的重要 然后这些人挺着扎心 觉得 是我们把耶稣 定在石架上 我们把弥赛亚 定在石架上 所以就对彼得 和基督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告诉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弟兄姊妹 注意这段经文啊 这是一个基督徒 该有的一个步骤 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步骤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且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这个远方人指我们 指我们 我们看到 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 在教会里边 他有几个步骤要走 第一个要悔改 要悔改 什么是悔改 悔改就为自己做的 得罪神的事情 懊悔并且改正 所以悔改 我们知道 当 施洗约翰来了 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呢 你们怎么记得吗 是耶稣的福音吗 不是 是悔改的福音 所以施洗约翰来了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怎么样 悔改 悔改 再不悔改 来不及了 因为天国已经尽了 耶稣基督刚开始来 也是传扬 悔改的福音 让人悔改 是耶稣 悔改 跟随着主 所以 一个悔改的人 生命是不一样 一个没有悔改的人 虽然可能也经过了一些的宗教的仪式 但他没有真心的悔改 在基督里边 他的成长是有问题的 会缓慢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第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谁有赦罪的权柄呢 只有耶稣基督 有赦罪的权柄 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唯有耶稣基督 他是唯一的 弟兄姊妹要记住 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劝人为善 所有的宗教都不能使人成圣 所有的宗教都不能使人 进入到永生中去 唯有耶稣基督 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 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 我们不是基督教徒 弟兄姊妹要记住 我们是基督徒 不是宗教徒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门徒 所以我们是一群悔改的人 悔改 我们就像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就被改变 然后呢 我们的罪得赦 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了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 用此面就叫圣灵的奢礼 叫圣灵的内住 从此以后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性 是靠圣灵的引导 你们 那血性和圣灵的区别在哪里 你怎么可以体会到 查验神的话语 查验神的话语 如果是从圣灵引导的 那你就是细心百倍 众人都同感一灵 你们 如果从自己肉身来的 血气来的 就不见得是 大家都能够支持你和赞同你 所以从圣灵来的 就会同感一灵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做事情需要什么 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做 如果我们做错事 圣灵会拦住我们 你们知道 你们做一些事情不该做的 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种 就细心有限 圣灵会通过各种的渠道 来拦住你做事情 你知道如果你要硬做 那你会出问题的 我在东部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 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姐妹 这个有一天 他因为非常好的朋友 在六四之前我们就熟 那到了美国呢 就是属于能够在 八九年之前 在北大的校友到美国 那就很亲 你知道吗 什么事都跟我商量 有一天 他为了办一件身份 他的身份 他就说移民官要请他吃饭 我说这个不好 为什么要移民 他说高兴得不得了啊 什么人能够移民官请你吃饭 对不对 当然是他付钱了啊 不管谁付钱啊 这个吃饭移民官请你吃饭 你千万不要去 如果是法官 你也不能去 律师可以 你知道吗 你不能接触他 结果他就接触了 后来这个移民官就被抓起来了 他就揭发了 大概他办了一千多个case 是花钱的 那我们这个姐妹呢 花了五百块钱 他当然跟我说 五百块钱 就能加快我的速度 我说那快 慢还能怎么样 你已经在美国了 可是如果出了事 你可就是大事 美国移民法 是非常严厉的 涉及到讲来 你能不能生活在美国 都没有关系 这都这样做的嘛 你知道吗 结果 这个 没有听 我就拦住他了 就圣灵感动拦住他 就把他得罪了 从此以后不再理我了 十几年没有跟我联络 你知道吗 跟我没关系了 不理你了 你懂吗 五年前 就他这事情已经过了 大概十五年了 这个移民官被抓起来 然后这移民官把他的名字 供出来了 回忆说他曾经给过他 五百块钱 你知道吗 严重到什么承诺 立刻取消美国公民 不仅他取消 去除出境 他的爸爸妈妈 通过他来的取消 他的妹妹通过他来的取消 所有的通过他 所有的来的亲属 全部取消 去除出境 你知道这非常严重的罪 这是很严重的罪 有的事情 弟兄姊妹 中国人喜欢占小便宜 没有信主的人 喜欢占小便宜 知道吗 人千万不要占小便宜 要看神的旨意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最终的道路 不做谢门人的座位 你们 不要听这些人的话 他们是有一群人 为了赚钱去找你的 你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办身份的弟兄姊妹 有没有你们走一些 不正当的渠道 赶紧刹车 按照正常的 你都不用请律师 你要懂英文 你自己填个五八九表 记上去就可以了 美国是公平的 知道吗 有些律师坏得要死 骗我们这些新来移民的钱 有一天也得面对上帝审判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弟兄姊妹 在移民的问题 在税的问题上 在美国其他的问题上 你一定要行得正 这非常重要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不可以compromise的 你错就错 对就对 你如果不认错 你犯了错 更严重 后来我们这个姐妹就认错了 受洗过 从来不去教会的 因为对张牧师有意见 知道吗 张牧师告诉你 不可以这样做 那就是不好 这人不好 只要跟你提不同意见 就是不好 结果呢 后来他认错 因为他嫁了个美国人 他的丈夫是美国人 这个丈夫也是很不好 那他太太遇到这种事情 他说 你瞧你的中国人 到美国就乱来 离婚 哇 你看 后来还是没离成 最后三个孩子 你知道吗 生了三个孩子 最后给判了一年 然后免于驱逐出境 但是所有的家人全部作废 不从而的计划 做一个基督徒 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吃亏了 我们没有占什么好处 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可能得的是更大的好处 因为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这么看他说 当使徒竟然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经文 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着弯曲的时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喜 那一天怎么样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这个第一场的聚会 从一百二十人 然后一个人站上来讲道 越讲人越多 越讲人越多 讲讲讲讲的 我发现我也是 越讲教会人越多 为什么 因为大家辞到吗 对不对 那个时候不是辞到的问题 那是越讲人越多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那时候大家听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人越多 越来越多 呜呜的就开始来了 你知道最后受洗 要多少人 三千人 本来一百二十人的聚会 变成有三千人的信主 受洗 你要听这些人要记住 如果三千人受洗 有多人参加聚会 不是所有人都会 要受洗吗 对不对 那就说不定多少人了 上万人参加聚会 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有响声 惊动了四方 人们都来了 所以彼得那一呼召 三千人受洗 哇 我就想 这个人类历史的第一件教会 真的了不得 多火热 你想 一下子受洗三千人 我常常梦想 有一天我们在 在这个鸟巢步道 然后我们就呼召 然后立刻受洗 就在随立方 隔壁 两个都租下来 这边一呼召 绝着就往那边走 那边就几百个牧师 哗哗哗洗 你想 多好 那就是中国复兴的时候到来 Amen Hallelujah 这很兴奋 对不对 你看我们在大海里边 每次我们教会的大海里受洗 二三十个人受洗 我们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了 不要说三千人 我们三十个人受洗 都兴奋得不得了 对不对 我们洗呀洗呀 一边洗就看到 很多人犹豫的又进来了 你知道吗 越洗怎么越多呢 后来比我们原来上课的人多很多 你知道我有次在香港 我给一个公司 香港一个大公司 我给他们七十多人受洗 他们这公司在深圳过来的 七十多个人受洗呀 大海里边 我站在海里边 因为那海水是浅的 要走很 走很长时间 走到 到这怎么深 对不对 它不像我们这边浪很大 没有浪 很平静的 那我 我就站这洗 他们这一个人走过来 一个人走过来洗呀 就大概洗了 大概四个多小时 然后党委书记 他们的党委书记 是个军人 原来解放军的军长 是军政委 就不知道了 军级干部 党委书记 跟我在受洗之前跟我谈 我要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 但是你看 我是这么大企业的党委书记 当着大家的各个 整个公司的高管的面 来受洗 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 对不对 或者人家 党也不允许嘛 党是不允许的 你看今天 今天我看一个 那个什么 前两天看到一个图片 教堂前面教堂提了个告示 所有的党员干部 在校学生 不请 根据党中央指示 谢绝入内 就是所有的党员干部 在校学生 不能来教会 做礼拜 那我就想到宪法 中国华人民共和宪法说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我就想到这可能就把党员干部 都从公民开除出去了 知道吗 我这人比较笨 我想可能就是开除了 把他们 他不算公民 那他们算什么呢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他们没有信仰自由 但是我们有 对不对 我们就要信仰自由啊 所以那一天呢 我就说好 当我给他们受洗了 我说书记 回到屋里边 咱们在上帝的面前 秘密给你受洗 结果当受洗完了 这些七十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家白发苍苍的 把衣服脱 穿上白袍 从海边往深走了 所有人都在欢呼 一两百人都在欢呼 书记 书记下来 书记下来 哎呀 真的激动啊 老人家 走 大家后来因为 海边 大家怕他摔 已经八十多岁了 走下来 我给他受洗 这是可能我受洗的一个 过去在军队里最高职务的 一个军长级的干部 走下来 他说天开了 我看到 我不要等在屋里 秘密受洗 我要在众人面前宣告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是要回家 我是基督徒 阿们 哈利路亚 你想受洗 多兴奋的一件事情 使徒经传 三千人受洗 我想那彼得那胳膊 可能早就肿了 你知道吗 这个受得了 这个受洗 我估计他们可能 当时是说不定 都是点水里 气质里 哪有那么多好的条件 那洗了 感谢主 当他们受洗以后 人类第一间教会成立了 我们管理人家教会 起个名字叫 耶路撒冷的教会 因为他没有起名字 没有说叫丰收教会 叫华夏教会 叫犹太人教 没有 我们就叫他 耶路撒冷的教会 那耶路撒冷的教会 有几个最重要的特点 他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曾经讲说 基督教信仰 是一种生活方式 基督教信仰是我们选择一个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教会就被建造起来 教会就成立了 那这个教会正好印证了 上帝的话语 所以那教会的希腊文的 大家还记得 我说了好多次 希腊文的这个字的发音 叫阿肯利西亚 阿肯利西亚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从世界 招出来的 属于上帝的人的聚集 弟兄怎么明白 说今天你坐在这里 你是属于上帝的 Amen 上帝把你从世界各地招出来 把你从南方招出来 北方招出来 对不对 把你从中国招出来 香港台湾招出来 把你从美国招出来 聚集在一起 这是上帝的教会 Amen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 都是黄色的 我们是黄种人 但是你要到很多的教会 你会发现不一样的 我那次去了叫 叫鸡风烈火的教会 就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我跟师母去那里做礼拜 一进去我才知道 这个教会 都不一样的 白人 黑人 黄人 红人 什么人都有 什么颜色都有 你知道吗 那个敬拜的时候 台上你看到 亚裔的 什么白的 黑的 各种辐色的 你才讲到 这个是教会 阿里路亚 属神的 从四面八方 神召集出来的 属神的儿女的聚集 属神儿女的聚集 我们看到 初代教有几个特点 这个特点 记载着 第二章 使徒经验第二章的 第四十 五节到四十六节 我们看到四十节吧 四十三节 我们往下看 众人惧发 使徒行了 许多的歧视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这段经文 第一次 这个共产主义 就从这段经文出来的 这个马克思 就是读这段经文 就开始了 共产主义的理论 繁物公用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按个人所需的 分给个人 就叫按需分配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 叫按劳分配 说到了共产主义 就是按需分配 都从这段经文出来了 对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人们耶稣认为 耶稣很快就要来了 他们繁物公用 富人帮助穷人 你知道这是一场革命啊 在整个的世界历史上 从来没有像这次的革命 它打碎了过去 所有的阶级 当时的社会 有犹太人 有外邦人 他们中间有隔墙 犹太人 是看不起外邦人的 不跟外邦人来往的 然后有罗马人 有希腊人 对不对 有智慧人 有欲祖人 有有钱人 有穷人 有社会地位的人 有没有地位的奴隶 在那个时候 还是一个奴隶的社会 你想一个奴隶的社会 有奴隶主 有奴隶 他们都信了耶稣 他们来到教会做礼拜 很特别不特别 过去奴隶 在奴隶主的面前可以坐着吗 不可以的 奴隶怎么可以在主人面前坐着呢 都必须站着 对不对 现在他们不仅坐在一起 也许那个奴隶成了知识 长老 对不对 然后教主人学 奴隶主 木道班 上课呢 然后 就我们家 那个某某的讲课呢 你看 我还得认真听 不听还不行 你懂吗 这是一场革命啊 改变了人 人之间的关系 打破了一切的繁离 除掉了一切的阶级 他们成为弟兄和姐妹 这个在历史上没有过的 不管是什么人 今天你在教会里边 一个总统来了 坐在这儿 他也得听我讲到 对不对 如果川普总统来 我们让他坐在第一位 我们得给他找个翻译 川弟兄 慢慢听神的话 哈利路亚 对不对 那他得听啊 他不能不听 前几天我们 有一位伟大的步道家 离开了 他叫贝利罐 对不对 葛培里 他曾经牧养过 11个美国的总统 心中有一个总统 还是在他鼓励下 成为总统的 这个人叫小布什 他说小布什酗酒 有一个毛病 然后爱玩球 买了个球队 天天打球 然后有一天 贝利罐到他们家讲道 他们家有个农场 在德州 这个农场呢 有个家庭聚会 贝利罐去讲道 他们家家族人很多 也几十个人来 几百个人参加聚会 讲完道了 两人散步 小布什在 他的自传中写的 当散步的时候 贝利罐问他一句话 你知道神 在你生命中的命定吗 他说那句话 提醒了他 不应该过 现在的生活 神在我生命中 有一个命定 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去寻找 祷告 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戒掉了酒 开始读经 祷告 最后成了美国的总统 他很感谢这位牧师 我们知道 贝利罐牧师 九十九岁 刚刚的离世 活着九十九岁 我们看他说 在这个世界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 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君王 是一个谦卑的表现 谦卑的表现 所以我们要祷告 让世界所有的君王 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 再往下看 我们看这两节 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四十六节 四十七节 他们天年同行 合一在店里 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 用饭 赞美神 得重名的喜爱 神将得救人 天天加给他们 我们从这段经文 我们从五点来分享 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生活的状态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个 初代的教会是 他们是过敬拜的生活 你看他们 天天同心合一的 这很重要 弟兄姊妹 天天同心合一 不太容易 夫妻之间 都不能天天同心合一 兄弟之间 都不能天天同心合一 可是一些信主人 是因为八方 从犹太来的 从撒玛利亚来的 从外邦来的 他们在一起 可以天天同心合一的 在店里边 他们在神的店中 他们要赞美神 因为他们的赞美 知道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崇拜的功能 教会第一个功能 就是万国万族万方万民 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朱田树说他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我们来到神的店中 就是敬拜他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不太喜欢这个敬拜的环节 因为站着嘛 觉得很辛苦很累 哥也不太会畅游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 等讲道再进来 一定失去了 教会最好的一部分 赞美这部分 是向上的 教会向上的一种尊崇 尊崇 所以教会在崇拜的过程中 一开始首先向上 面向上帝 因为上帝的宝座就在这里 实际上代表耶稣基督就在这里 这是他的宝座 所以我们要向上来赞美他 我们来到教会 不是来找朋友聊天来了 甚至都不是来说 听牧师讲道了 这都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赞美我们这位神 让他得当得的称颂 Amen Hallelujah 所以赞美也非常的重要啊 你知道在启示录的时候 整个圣经 诗篇讲赞美讲的最多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族赞美他 在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骨色谈年赞美他 鸡骨跳舞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 能喘气的 都要赞美他 如果你们不赞美 实在都要欢呼 Hallelujah 所以我们要赞美神 使我们基督徒一个 该有的本分 我们来赞美他 到了启示录 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四章 讲到了赞美上 天上也在赞美 天上赞美比地下赞美更荣耀 天上赞美的时候 首先是四活物的赞美 四活物将荣耀 终归感谢归给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的羔羊 然后二十四个长老 坐在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永永远远的 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 所以你也看到 这里面讲到四活物 我不知道弟兄 怎么有多少读过四活物 知道四活物的巨手 见过四活物的巨手 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那圣经告诉我们四活物 四活物很特别的 四活物有六张 六个翅膀 每个活物 浑身长满了眼睛 他的手都是眼睛 全是眼睛 那你看不吓死你你知道吗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有四面 圣经怎么告诉我说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活物像牛犊 第三个活物像人 第四个活物像飞鹰 你如果到打开以西结书 看到还不一样 以西结书就是约翰看到的四活物 约翰神像的其实的四活物 如果你看到以西结书 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四活物也不一样 那四活物是四面 他这想像四个 一个是像狮子 一个像牛 一个像人 一个像鹰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看到 以西结书怎么说 说我观看那四活物 各有四个面 脸面 四个脸面 他的腿是直的 脚掌好像牛犊之蹄 灿烂如光明的铜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 有人的手 翅膀下面还有人的手 所以他一在敬拜的时候 他的翅膀就在煽动 在煽动 翅膀上面是连着的 所以你看到 约翰 我们今天就讲 约翰讲的四活物 一个是狮子 一个是牛犊 一个是人 一个是飞鹰 他们一起来敬拜 六个翅膀 浑身满了眼睛 他们不断的赞美 不断的敬拜 他们的功能就是敬拜的 这个四活物 本质上象征着 至尊至强 至聪明至敏捷的 一切的活物 上帝所创造的一切 所以狮子是万兽之王 牛是动物中最勇猛强壮的 鹰是群鸟中最快捷的飞鸟 人是万物之灵 最聪明的 所以当他们敬拜的时候 表示上帝创造的一切最美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也想到鹰 我最喜欢鹰 所有动物是最喜欢鹰的 我一直想养鹰 我发现这个不太好养 这个 你知道鹰啊 鹰可以分到四万尺的高空 跟波音777一样 747一样 鹰的眼睛能看多远 你超过你一百倍 你知道吗 鹰啊 我有一天到圣地亚哥去那个看到鹰表演 那个军营的人戴一个皮手套 他就拿一块肉 这么一身 那个鹰的天就小黑点一样 那个人说他有四万尺 他能眼睛能看到那一点点的肉 他一个箭就杀起来 那速度比子弹一样的快 就把那肉就叼走 他不戴皮手套啊 能把他肉叼走 我告诉你 训练的时候我一看我了不得 那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 你要注意鹰的眼睛可以直视太阳 你能吗 你戴墨镜都不敢 你看看太阳试试 上帝创造多奇妙 所以第四个活物像鹰 鹰 他的眼睛可以直看着最荣耀的上帝 所以在以西结书说 这四个这个四活物 是每个活物有四个面孔 正面都是人 然后狮子 然后牛 然后是鹰 不一样的 所以他那鹰的眼睛就是来 赞美上帝来敬拜 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 敬拜的生活 敬拜的生活 当然了 这个奥古斯林也解释说 这个四活物象征着四福音 也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四种性情 那四福音就是 狮子像马太福音 然后呢 这个牛独像路加福音 然后呢 人像什么 马可福音 因为马可福音讲人子嘛 耶稣是人子嘛 人性的部分 然后最后的 这个鹰就像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感谢主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就 敬拜就 差不多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教会每个礼拜的敬拜 欢迎弟兄姊妹早一点来 然后你早五分钟 安静地等候敬拜的时间 敬拜的团队的弟兄姊妹 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 不是我们表演 你要记住敬拜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昨天晚上去看音乐会 我到耳湾 这个 很多的名艺术家来 这个相音相听的音乐会 节目是非常棒的 但是能感觉到 它是表演性的 从上往下 让我们来欣赏 它的声音 欣赏歌词的歌曲的美妙 欣赏乐器的美妙 欣赏 可是我们敬拜不是 敬拜从下往上 所有人一起来 赞美我们的上帝 你们 第二题 我们看到 是学习的生活 使徒经济第2章46节说 他有横切地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柄祈祷 横切地遵守使徒 任何一间教会的 健康的成长 都需要传讲上帝的话语 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 要读神的话 有的时候自己的话 自己读神的话 读不懂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牧师 传道 组长 帮助我们来讲解神的话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 做个系统的查考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需要 遵守上帝的话语 聆听上帝的话语 所以教会这个学习的生活 这是我们母堂 你看这个母堂 这是我设计的当年 天上就像 就像没有棚一样 多漂亮 你知道吗 你怎么看出来了 天上我们都是用的黑色的布 波浪的 走的 就那防声音 然后灯光网线一照 上面看不到顶 很美的 就像通到天上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你有个感觉吗 你来到教会 你就到这儿来学习了 非常认真的来学神的话 你看当时的教会 都横切地遵守使徒的教训 什么叫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就是新约圣经 那时候圣经没有成形 所以使徒开始 他们传讲的信息 后来成为圣经的一部分 彼得传讲的信息 成为了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对不对 还有呢 彼得还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书 现在告诉我 圣经没说 圣经没说 你也敢说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就是彼得 跟马可讲述的 由马可记录 整理出来的 所以马可福音 应该是彼得 和马可的共同创作 而且是四个福音中的 第一卷书 第一卷书 马可福音 所以 彼得写过马可福音 然后约翰呢 写过什么 约翰福音 大家都知道 这也是使徒的教训呢 对不对 还写过什么 约翰还写过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约翰还写过什么 启示录 你看 耶稣的 横接地遵守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 后来记载下来 包括保罗的书信 保罗的教训 最后都成了新约圣经 所以横接地遵守使徒的教训 就是横接地遵守圣经的教导 你们 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要注意 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 是我们灵灵来成长 就要了解你所信仰的 圣经是把笔子说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不仅知道他是谁 我们还要知道他是我们所信的 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真地学神的话 主日崇拜 听牧师讲道 这是个学习的机会 那不是主日学呢 也是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还是劝谎弟兄姊妹呀 现在天也不冷 在路上 你知道我们在东部的教会 下大雪的人们都起早来参加主日学 你知道开车的时候 就打不着火的时候 是很难受的 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这个车 我就打不着火了 我打了半个小时才打着 我就一直祷告 我就想找附近的人 一打电话 人家不是去彩虹营的 就去哪了 都跑了 找不着了 跟起来人 我怎么办 我赶紧叫Uber吧 现在还能叫Uber 刚要叫Uber 一打着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然后我这两天拉肚 这个很严重的 我今天能够讲完 你们要给我祷告 所以感谢主 那我就到旁边 因为我有个土方 就喝点可乐 或者sprite 就能够治这个腹泻 我就到隔壁那个加油站 就在这隔壁 我就买完了 又打不着火 我又打了15分钟 打不着 我想没关系 这很近 我跑来讲到他来的 车就扔到那 你知道吗 就喝了一瓶spread 好多了现在 你看他打不着火 是很着急的 对不对 东部时候 经常我们早上起来 打火很辛苦的 可是来参加主日学 那种热情 你看到 如果你有那种热情 你生命一定可以成长 还有我们的 周小组的聚会 礼拜五 我发现礼拜五的聚会 我们不禁销吃啊 弟兄姊妹 我们要吃神的话呀 我现在微信上看到 小组越吃越好 越吃越好 我就有点担心啊 不是我吃不着 妒忌 不是的 我是吃不着 我当然吃不着 我去哪个小组 我看到 那个组吃得更好 那没有办法 但是重要的 不是吃食物 重要的是什么 吃神的话 Amen 哈利路 不要大家吃的 把查经时间 都给吃没了 是吧 把敬拜的时间 都吃没了 把祷告时间 吃没了 吃完就散了 俱乐部 这个就不是教会了 可是初代的教会 你看到他们 他们在学习的生活 他们横着遵守 此处的教训 他们在基督里边 他们学习 所以彼得 保罗在菲利比书 四章九节说 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第三点 我们看到 祷告的生活 彼此交接 掰饼祈祷 初代的教会 是有祷告的 他们天天在一起祷告的 他们天天在一起纪念祖的 掰饼的 他们天天在一起交接的 这边有三个词很重要 一个叫做交接 一个叫掰饼 一个要祈祷 那什么叫交接 交接英文翻译叫 fellorship 这是一个翻译 其中的 不是全部的 但这个我们用的比较长 交接就是 fellorship 就是团体的生活 彼此的团体 彼此的团体 彼此的认同 因为圣经说 那人独局不好 一个人刚信了 主了 你一个人 如果不来到一个团体里边 跟弟兄姊妹 彼此fellorship的话 你很快就量掉了 你的信仰就量了 对不对 你被时间一拉又走了 对不对 一个赌徒 信了主了 不去聚会 过这儿 那哥们三缺一 打麻将三缺一 老大地 你看缺你不行 你多么重要 对我们来说 叫叫叫 又去了 对不对 这是赌徒 那喝酒 那酒徒也是啊 那酒鬼喝酒 一帮哥们在天天喝 天天喝 信了主了 酒借了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被圣灵充满 感觉比喝酒还过瘾 对不对 可是 不来聚会 过这儿又被人家 拉走喝酒去了 又完了 那如果偷盗的呢 离开了偷盗的团伙 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信了主了 你要不去聚会 过这儿 缺人呢 我们这缺一个 不太重要的 你不用去偷 你给我们把风就行了 看着警察 赶紧打手机就行了 又犯罪了 对不对 人总是要在基督里边 你要在神的家中 如果你在神的家中 你一接个电话 大家问你干什么去 说让我把风去 他说不能去 你就去不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这个 一些软肉的人跟前 说赶紧去 这钱好赚 就把个风而已嘛 对不对 没什么大危险 完了 所以 弟兄姊明要记住 filoship很重要 filoship就两点 第一 共同的生活 第二 共同的恩典 我们可以享受着 上帝同在的 一主一灵 一喜一信 一神的根基的保障 在基督里边被建造 那掰饼呢 就是纪念主 掰饼就是我们 每次的圣餐 你知道基督教过去 在天主教时 有七个礼 我们现在到基督教 马迪路的改教以后 变成两个礼 两个最重要的礼 基督教的仪式 一个是洗礼 我们今天有一个洗礼 小徐姐妹 洗礼了 第二就是圣餐 我们叫圣餐礼 那圣餐是表示 我们要纪念主耶稣 为我们定赛事的家长 所以保罗关于圣餐的定义 非常的清楚 他说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 这饼就是主的身体 为我们破碎的 这杯就是主的保血 为我们流出的 所以我们每次来领受饼杯的时候 表示纪念主耶稣基督 表示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流的血 我们可以得救赎 表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要认罪悔改 每次领受饼杯的时候 保罗强调第三点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按照常理来领受 就是要认罪 所以我们领受的饼杯 不是简单的 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仪式 那个时候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那时候神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所以表示我们领受了饼杯 与基督联合的 我们就在基督里边 所以你要是犯罪了 你领受饼杯 或你得罪人了 伤害人了 你领受饼杯 最好先把杯放下跟他和好 然后再来和主的饼 主的杯 这个就是对了 就对了 所以保罗说按照常理的 如果不按照常理领受 你就是吃喝你自己的罪了 所以保罗讲的非常严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认罪 能想到的吧 主啊赦免我所有的罪 我没有想全 你知道 最简单的一个祷告 总是要做的 对不对 我不配领受你的饼和杯 不配 那我们家伙有个弟兄啊 我当年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发饼和杯 发到他 没给他 他就生气了 回家喝一瓶红酒 然后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那么点儿 也不给我喝 我回来喝一瓶 后来我说 弟兄啊 你喝一箱都没用 你那是酒 这个是主的宝血 你知道吗 这是不一样的 他说真的吗 我说当然 那我怎么能够领受 受洗 因为领受饼杯 是给明白真理的人 如果你不明白真理 你领受饼杯 那不就干饭 主的身 主的血了吗 所以一定要受洗以后 才有资格 能领受 主的宾 主的杯 为什么受洗 因为受洗 表示基督联合 所以保罗说 我们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受洗以后 我们表示在基督里 你没有受洗 你再认识他 从理论认识他 情感人认识他 你都不在基督里 你在基督之外 对不对 我有个老朋友 这次我去看他 我们在一起吃饭 也是十几年没碰到了 当年在广场的时候 我是成立一个民主大学 我是校长 他是名誉校长 这人叫严家祺 家祺是一个 我非常尊重的政治学者 原来是赵紫阳的 高级顾问 政治学的顾问 他写过几本书 叫文革十年史 首脑论 当时都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在小的时候 就读他的书 受他的影响 后来成了好朋友 这次去送给我几本书 其中有一本叫 普遍进化论 他上面写了一行字给我 他字写得非常漂亮 说这个给 张校长指证 我对基督教信仰 我全然的相信 基督教的价值观 但是我就能 没办法来相信 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说你看 虽然你是叫文化基督徒 虽然你认同基督教 所有的价值观 你还不在基督里 你知道吗 在基督里的人 是需要破碎自己的 这个不容易的 在基督里边 所以领受饼 卑是表示 在基督里边 我们与主联合 这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一点是什么 掰饼 最后点不是 第二点是掰饼 然后呢 我们刚才前面 没有到他说 祈祷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要祷告 耶稣在主导文里 教导他的门徒 祷告的特点 耶稣在 马太福音 第六章也讲到 我们祷告 不要讲许多 重复的话 我们讲 祷告就是诚实的祷告 诚实的祷告 然后 因为我们祷告的事情 我们天父都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 求我们自己的 天父都是知道的 那为什么 我们还要祷告呢 我知道我的儿女 这个 他们需要钱 那为什么他要开口呢 知道吗 如果 我知道我的 我的女儿 或者我的儿子 他们念书需要钱 他还为什么要开口 回来说 爸 我那个 我那个 那个学费怎么样 对不对 每次他开口的时候 我都感到一种满足 那我的孩子 我是他的依靠 我觉得我很有用啊 对不对 我这个父亲 做的 我儿女 需要我 这个父亲做的很有意义 上帝也是啊 我们的神爱我们 他需要我们 向他表明 我们也需要他 我们也爱他 Amen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耶稣教导们 你们要向你们的父祷告 在天上的父 我愿人的尊敬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里 愿人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先来崇拜我们的神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先不要讲自己的需要 我们觉得教会一祷告啊 就先把自己的说 哎呀 主啊 我买房子啊 这个过户贷款啊 主啊 我那个绿卡呀 面谈啊 明天后天啊 主啊 这个我这个夫妻吵架啊 怎么办 把我媳妇交给你吧 你改造完再给我一个 这好事 你自己都没改造好 你还改变 你先改变别人 对不对 我们祷告 有的时候不合神心的祷告 不要张嘴 祷告白祷告 没用的 知道吗 你明知道这事 神是不会答应的 主啊 你看今天我去赌场 我就一百块钱 你千万别让我输 你都明知道 这个上帝是不会包 你还要祷告 对不对 我有很多道 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 原来 没信主之前 每次赌博都赢 一信主以后 每次都输 他说你说 牧师一块 主也不帮助我 我估计还赢 现在我一输 我说主就是让你不要去 你懂吗 去了还要输 这这么简单 明知道这不合神的心意 就不要祷告了 我们祷告已经 而是神的心意祷告 Amen 哈利路呀 只要圣经中应许我们的 我们就要祷告 主这个给我 圣经应许你有丰热的生命 祷告主啊 给我丰热的生命 圣经应许你有美好的夫妻观音 主啊 让我们的夫妻彼此相爱 圣经应许你的儿女 在神的话语中成长 主啊 让我的孩子 能够学习你的话语 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 到老都不骗你 不是按照我的话语 Amen 我们敢吗 我们要这样的祷告才可以 那神说 你要先求我的国 我的义有需要 都可以加给你 神啊 你的国 你的宣教的工作 教会的工作 我要宣告 得胜我要参与 然后我们需要的 神会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祷告 要改变一种方式 我们礼拜三教会的祷告会 胖和弟兄最多来 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 非常的复兴 很多弟兄 祷告中 得到医治 我昨天我要去 讲完道 礼拜六讲完道 我要去看潘妈妈 上次给我们做见证的 我去因为她的丈夫 脑子也有 有点疾病 出点血 我就去给她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们跪在那里 谦卑地祷告 我拉起手来祷告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发现 我们是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 我们软肉的需要神 可是我们刚强的 也需要祷告 Amen Hallelujah 第四点 就是我们要建造 相爱的教会 你看初代教会 圣经描写 当代的初代的信徒 是新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彼此相爱 对不对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Hallelujah 你看到 然后得众民的喜爱 新的人凡物公用 他们天天会在店里 在家中 得众民的喜爱 感谢主 所以我们刚才说 当时初代的教会 在爱的关系中 活出了最美的见证 初代教会 真的是个 彼此相爱的教会 如果你讲到 耶路撒冷的教会 你会想到一个 什么样的特点呢 你用一个字来描写他 一句话就是 内造型的相爱的教会 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的 如果你谈到 安提阿德教会 什么样的 是个外向型宣教的教会 所以牧师有时候会想到 说安提阿德教会 你是他说什么意思 就是你宣教的教会 他说耶路撒冷的教会 彼此相爱的 内造型的教会 那我们教会呢 又是内造型的 又是外向型的宣教的 我们也是在宣教上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也感谢主 神也是使用我们教会 来宣教 但是我是怕 我们弟兄在彼此相爱 我们更加的成长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传扬他 用猪般的智慧 劝解人 教导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的引到 上帝的面前 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约翰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我们知道 约翰是最不会爱的人 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别人不理他 他说主要放火烧死他们 天下的火 把他们都烧死得了 你看传福音 有这样传的 对不对 但是后来比约翰 成为一个爱的使徒 如果有三个使徒 耶稣基督的 最重要的三个使徒 彼得 约翰 还有谁 保罗 如果用这三个使徒 来形容信望爱 就每个人都有个特点 保罗 被称为信心的使徒 你们 约翰被称为爱心的使徒 彼得呢 被称为盼望的使徒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说 就讲到 我们的盼望 从耶稣基督而来 一直在讲盼望盼望 因为在苦难中 我们是有盼望的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我们刚才说 保罗就讲到说 我们爱是什么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 爱是恒久的忍耐 恒久忍耐 不容易 我们有时忍耐一句话 我们都忍耐不了 弟兄姊妹啊 真的学习恒久的忍耐 你能够忍耐别人的批评 也许这批评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你能忍耐 说不定你生命啊 不完全是肉身的了 对不对 如果忍耐了委屈 你能够忍耐委屈 忍耐误会 忍耐谣言 你能够学会忍耐 你就了不起 你就了不起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忍耐不了啊 就把事情搞错 搞糟了 搞糟糕了 听某某某说 某某你说什么了 立刻就打电话给人 结果没说 知道吗 我们就听某某某 人就不会承认的 你就祷告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保罗说 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 论断我的 乃是那位 判断我的 乃是那位神 什么都不要讲 因为时候未到 当时候到的时候 一切都会呈现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一些委屈啊 我们学习忍耐 婚姻中更要学习忍耐 能够很久忍耐的婚姻 是很了不起的 你知道吗 一个老人家 是婚姻好得不得了 人家说 老人家你这个婚姻 怎么这么好 老人家说 哎呀我就是一生啊 忍耐嘛 忍耐 说那怎么学习的 说我结婚的时候 我们俩度假去 然后我们在那个大峡谷 雇个驴 然后呢我们就 让驴走呢 驴就不走 我太太说 一不走 二不走 三 太太棒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她说后来我们俩一吵架 我老婆说 一 二 我立刻闭嘴 从此忍耐一生 过得很幸福 多好啊 对不对 幸福地走一生 所以这时候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忍耐是一个 从圣灵来的功课啊 不是忍受 用嘴唇 忍耐不是忍受 要记住啊 爱是恒久的忍耐 又有恩慈 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 不一直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还是忍耐 爱是永不知悉 所以只要你能够忍耐 你就能活出爱了 就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看他说 保罗还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有个爱 就是爱人如己 爱人又像爱自己一样 爱人如己不是不爱自己啊 人一定要会爱自己 可是爱人就像爱自己一样 就对了啊 我们很多人说 爱人就是不是爱自己 不是的 爱人还要爱自己 因为基督爱你 耶稣爱你 那你也要爱你自己 爱惜你自己的 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对不对 所以上帝祝福我们 身体健康 灵魂兴盛 在基督里边 我们才可以得 永恒的喜乐的生命 第五点 得人的生活 看到不道的生活 我们叫得人的不道的生活 一间有生命的教会 必须去为主 做见证来传扬福音 我们看他说 主将得救人 天天嫁给他们 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说 当他们彼此相爱 当他们横圈地祷告 当他们彼此交接 掰饼祈祷 然后他们赞美神 得众民喜爱 主就将得救人怎么样 天天都嫁给他们 教会天天都在增长 哈利路亚 我们教会也是很大的特点 天天都有人来到我们教会 天天来到我们教会 感谢主 神把得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就是他们愿意传扬福音 教会要活出基督的见证 我去到东部去 我们的这个 费城的教会的赵长老 去了宣教去 去那个叫什么 宏都拉斯 我们也去过 他们请我去呢 这宏都拉斯 他说去了以后啊 哎呀 才知道我们在美国呀 我们真的是做基督徒 做得太舒服了 宏都拉斯 他说贫穷到什么程度啊 没有一家有门的 要门干嘛 没啥可偷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不冷吗 不冷 我们这边下大雪 他们那边零下94度 零上94度 那个那个不是奢侈啊 是华氏94度 那很热的 一天就吃两顿饭 非常穷 他在那两个礼拜 没吃过肉 天天吃豆 你知道吗 就是一勺豆 然后他吃的这样 回来那天在华盛顿 我请他吃饭 点了全是肉菜 我说点个青菜 不要不要 然后你点个 然后最后吃没了 还在那扒了肉呢 肉呢 两个礼拜就变成这个样子 两个礼拜没吃过肉 就受不了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 美国我们见肉 我们都头疼 对不对 给别人吃 你去吃 尤其肥的香的 你去吃 我们挑青菜吃 你到这 给你两个月 你不吃肉 你看什么 见肉就很亲 你知道吗 见肉就格外亲 他就是 哇 了不得 他说这个 当时他求孩子 他说 他就拿一包 那个叫什么 什么糖 带棍的那个 棒棒糖 一个小孩 一个棒棒糖 就行了 哎呀 高兴的 简直过年一样 探访人家的时候 带一个罐头 带点食物 搞布道会啊 不用别的 什么都不用 只有免费的午餐 全来了 要多人 有多人 有多少盒饭 就来多少人 我告诉你 你不要担心 这么穷的地方 去宣教了 他才知道神的心意 说我要去宣教 我要去宣教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走出去宣教 Amen Hallelujah 我们走出去 要不到 把神的福音 传给那些贫穷的人 把耶稣基督爱 传给那些受伤的人 所以耶稣来了 就让被掳的得以释放 被压制的得以自由 所以在基督里边 我们要被建造 那我们在建造 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教会 是彼此相爱的教会 同心合一的教会 然后才能够有能力 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Amen Hallelujah 我们请敬拜团 来唱一首诗歌 来唱同心合一 所以每当我 打开十足行传 读初代教会的时候 我想我如果 那个时候在那里聚会 该多美好 但是我们今天 可不可以 把教会建造成 像初代教会一样的美好 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让耶稣基督做主 让我们在基督里边 谦卑的学习 我们就能够 建造一个 荣耀的教会 彼此相爱的教会 宣调的教会 得人领悟的教会 Amen 哈利路亚 来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凡事前去 温柔忍耐 用爱心向宣谷 凡事前行 围绕忍耐 永和平彼此联络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可为一世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何为一世 敬礼好手 伤人 凡事前行 温柔忍耐 用爱心相宛容 拉起我们旁边丢队的手 敬礼好手 伤人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可为一世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可为一世 敬礼好手 伤人所曾 何而为一心 主啊 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我们信教导我们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主啊 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 可以在基督里边可以彼此相爱 一同来成长 哈利路啊 祝福我们 祝福每个寻求你的人 在基督里边 我们在教会里边 在这个神的家里边 我们可以一起来彼此相爱 一同来每一次我们交接拨饼祈祷 主啊 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 祝福每个寻求你的人 我们把每个弟兄弟交给你 把我们的工作 家庭 儿女 还有我们属灵的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你 求主来引导我们 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让我们靠着你 彼此相爱 除掉一切的隔阂 让我们夫妻能够彼此相爱 除掉一切的误解 让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父母 也彼此相爱 让我们儿女的心朝向父母 父母的心朝向儿女 哈利路亚 在基督里边 把荣美的生活赐给我们 像天上一样的生活 主啊 求你保血来遮盖我们 引导我们在基督里边 活出这样的生活 哈利路亚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新朋友 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如果没有信耶稣 你听了这篇信息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去说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举举手说 主耶稣我愿意 楼上有吗 感谢主哈利路亚 还有吗 感谢主还有吗 哈利路亚 还有吗 感谢主 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那边还有一位姐妹 就是新造的人 还有吗 哈利路亚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个教会彼此相爱 神就把得救人 天天加给他们 哈利路亚 还有没有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助 主耶稣我愿意 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进入你的家中 享受你同在的平安与喜乐 还有没有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如果在视频前面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救助 你跟我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说你爱我们 你拆拍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的罪定 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助 一生一世来跟随你 活出你的样式 效法你 传扬你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弟们请坐 好 弟兄弟们请坐